涉嫌在益顺劫持一名妇女的男子被控非法持有攻击性武器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 41岁的被告穆罕默将面对长达三年监禁和至少六下兵刑 案件是昨天发生在益顺环路的一座组屋底层 当时被告穆罕默携持一名妇女约半个小时 并同到场的警察对峙 最终被警察逮捕 检测显示被告的尿液含有管制药品成分 目前他被还押心理卫生学院接受精神评估 案件将在下个星期五过堂